欢迎回到台湿晚间新闻 总统专机卖不掉 结果变成了乐透彩的头奖 这么戏剧性的事就发生在墨西哥 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上任之后 积极打贪腐 他拍卖掉前政府了不少公务车 还有直升机 但就为徒总统专机迟迟没有办法脱手 最后突发奇想 干脆把专机拿来当成是乐透彩的头奖 如此一来 政府也可以赚取彩券的收益 头奖得主也能够风风光光的 把专机给开回家 内装奢华的波音787梦幻客机 除了80个高级皮质座椅 还有宽敞的卫浴间跟总统套房 这是墨西哥的总统专机 曾载着莫国总统全球走透透 如今却成为乐透彩头奖 到底怎么回事 我会感到疼 我会感到疲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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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国专家专家 专家专家 原来现任墨国总统欧布拉多 2018年上任以来 积极打击贪腐 拍卖掉前总统尼托 名下不少公务车跟直升机 连总统专机也不例外 没想到专机迟迟寻不到买主 直到最近才有人开价 1.25亿美元 约台币37亿 但专机底价是1.3亿美元 接近台币39亿 无法成交 墨国政府左思右想 索性把专机拿来当乐透彩头奖 500亿美元 6亿美元 仔细算一算 乐透财收益可达1.6亿美元 接近台币48亿 政府不赔本 投奖得主赢得专机也很风光 还有售后服务 这架总统专机 目前停在美国加州 预计近期就会飞回墨西哥 等幸运得主将它带回家 关国贵宾 关国贵宾